前几天我朋友给我分享了一部好看的电影啊 当我急不可耐地想要品尝的时候 却发现Windows自带的播放器不支持该片的格式 要我再交7块钱 这时候我想起了它平时的快进、后退、音量调节、缩放、全屏、倍速播放等功能 都不太符合我的使用习惯 放视频有时候还会卡顿 失望总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虽然这7块钱不是播放器的锅 但是却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我决定另寻新欢 换一个好用、免费、没广告的本地播放器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有本地视频播放的需求 想要获得更好的体验 那不妨看看本期的主角 很多人心中Windows 3免费播放器的天花板Port Player 相信有些同学也听过试制用过 它的优点很多 如果全念一遍 那这期视频可以再长5分钟 但理所当然它也有缺点 如果我们安装之后 不修改任何设置直接用 那就会没那么好用了 并且我仔细数了一下 我手上的这个版本 有足足1335项设置可调 如此丰富细致的选项 虽然能满足我对播放器的几乎所有需求 但想把它搞好难免让人头大 所以我们花了些时间调节 试用了这1335个设置项 总结了一些Port Player常用好用的基础设置 以及一些你可能不知道的功能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也希望看到坏了这个真有用的弹幕 好啦 让我们开始吧 打开微软商店搜索名字即可下载安装 比较省心 第一次启动软件通常需要先更新一下 关联所有格式 约等于把Port Player变成了默认打开工具 这里我们可以先选不止行 选择想要安装软件的位置 最后这里会提示我们可以安装额外的编解码器 我们点击关闭 就会跳出一个这样的安装界面 点点点 我们Port Player的安装就算完成了 接下来让我们按F5进入设置 逛B站的时候 我喜欢先把想看的视频全部点开 然后再一口气看完 如果你跟我一样 那么可以在基本设置里面找到相似文件策略 选择同时打开相似文件 再把多重处理方式调整为 添加到播放列表后等待播放 这样我们点开本地视频 就会在播放列表里排列整齐了 也方便我们在不同视频之间切换 如果你想同时看多个视频 则可以保持默认的这个 然后是自动更新 前面我们安装的时候弹出了更新框 是没有关闭自动更新选项的 但这里有大家可以安需设置 启示界面 能够设置播放器启动后的位置和大小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统一的参数 这样打开每个视频的第一观感都是一致的 也不会出现预览视频直接全屏的尴尬场景 例如我习惯选居中 1080P窗口 Port Player默认是双击播放暂停 但我看B站久了更习惯单机 在鼠标设置里就可以把单机和双击 改成和B站一样的操作逻辑 默认下滚轮调节音量 空格暂停播放 回车也可以全屏 顺便一提 Port Player还支持触摸和Xbox手柄控制 有特殊需求的朋友们可以留意一下 换复界面 我们可以勾选上视频下自动隐藏 这样播放界面就会更清爽 用来做浮冲体验更好 也可以在消息界面勾选这些选项 在观看时获得想要的信息 字体和位置也可以安需调节 播放设置建议把这两个记忆位置勾选上 这样如果一个视频太长看不完 那下次可以无缝连接 就比如比8的年度推荐视频 同时下面的这个也建议勾选上 这样更方便我们跳转想看的位置 进入时间跨度 设置方向键和别的键配合 可以实现不同的时间跨度的进退 但最少只能到一秒 对我这样喜欢截图的人来说不是很友好 我们可以回到基本设置的快捷键 点击添加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BotPlayer的快捷键了 这里给大家整理总结了几个我们觉得比较常用的 Tab能显示OSD信息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视频的格式 分辨率帧率等信息 D是上一帧 F是下一帧 能帮我们更好的截图留念 Ctrl加Shift加左右方向键是关键帧 X是减速播放 最低支持0.2倍速 C是加速播放 最高支持12倍速 Z是1倍速切换 比如我们300速播放无聊片段 可以按下Z就可以回到正片 再按下Z又可以倍速了 这组括号可以达AB点 方便我们循环播放 这组括号则可以解除 C可以添加书签 记录精彩节点位置 H则可以打开书签界面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书签缩略图和时间 点击即可跳转 Ctrl加C可以直接复制当前画面到剪贴板 方便发给朋友 K键是截图设置 我们能设置截图的格式 还能连续截图 我们能自定义截图的格式 尺寸、数量、时间间隔 设置好之后点击开始 结完的图它会帮我们放在文件夹里 就像这样 Alt加C可以录制视频 比起把视频放在剪辑软件里会方便很多 而且这里的文件格式是可以选择GIF的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直接用Port Player制作表情包 如果你真想做表情包 那这里的图像质量和尺寸可以调小一些 这样生成的图会小很多 我们发给朋友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发过去 而不会变成文件 另外你还记得刚才说的吗? 顺便一提 Port Player还支持触摸和Xbox手柄控制 有特殊需求的朋友们可以留意一下 知道了常用快捷键之后 我们也可以给手柄专门设置一套快捷键 这样我们躺在沙发上或者床上看视频的时候 就可以用手柄控制了 宽高比例的这个我建议勾上 这样我们缩放窗口时就能够始终保持无界 不会出现黑边 视频界面我们可以把默认的视频渲染器改为这个 这样就能解决画面发白发挥不清晰的问题 声音界面 规格化与混响 我们可以把这个勾取消掉 不然我们看视频或者听歌的时候 声音可能会出现忽大忽小的情况 最后是扩展的关联功能 也就是前面安装时我们先跳过的这个功能 关联所有格式 约等于把PortPlayer变成了默认打开工具 这里我们可以先选不执行 在这里我们可以勾选想用PortPlayer打开的文件格式 去掉不想让它打开的格式 比如说我放歌习惯用网易云 那这里就可以把MP3点掉 不然我们播放本地歌曲的时候也会有PortPlayer打开 基础设置部分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再简单了解功能 进度条下面这个地方 SW代表软解 HW代表硬解 鼠标左键单击切换 软硬解的优缺点给大家列出来了 大家可以酌情选择 通常来说 硬解在更多场景下表现会更好一些 我们在视频界面右键鼠标 能看到这里有个收藏 我们可以把喜欢的视频放进收藏夹 PortPlayer还会帮我们记住收藏的那一刻 视频播放的时间点 往下看这里有一个视频 通过它我们能对视频进行微调 比如有时候我们用手机拍的视频 是横竖屏交叉在一起的 就可以通过旋转来调整 左右和上下反转也可以 除了这些基础的设置 PortPlayer的可玩性还有很多 比如拿来录像或者直播采集 又或者看电视看直播 再或者搞一整套插件来变成地表最强播放器能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相关教程 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展开讲了 好的各位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有点意思或者有点帮助 那么投币点赞收藏关注 都能让我们感受到你的善意 谢谢你 这里是笔拔评测师 我是猪王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哦对了如果你安装完PortPlayer之后 还是像片头那样无法播放 那这里有几个办法你可以试一下 就是这样再见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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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